台中塑胶工厂大火 七百平厂房全毁 浓浓黑烟直窜天际 从台中市区就清晰可见 但这场火却发生在数十公里外的凤园区 台中凤园这家塑胶粒子制造工厂 昨天下午发生火警 现场传出数次爆炸声 火势浓烟也不断往上空窜声 消防局货爆后赶抵现场 一度没水可用 出的一家 啊 哦 沉水不够 附近工厂担心被波及 纷纷搬出电脑等工具 工厂负责人的母亲 则是难过的蹲地痛哭 拜拜啊 有啊 我就是在开工啊 到一家开工我们10点半罩 可能没办法啊 怎么要给我探断呢 一本就没有人啊 占地一约七百平的厂房 被大火烧得惊光 其他工厂外劳却一派轻松 拿出智慧型手机拍照迫上网 这起火警的详细起火原因 和财务损失 正有消防局调查中 栋新闻台中报导